太平盛产麻竹笋种植面积高达200公顷 是台中最大的产区 最近因为进入盛产期间 太平农会为了推广麻竹笋 让民众可以品尝到多样化的麻竹料理 今年和7家餐厅业者合作 特别推出太平麻竹笋美食饗宴 限量500桌 由于每年一推出就受到民众的热烈回响 今年想要品尝麻竹笋美味的民众 动作可要快 餐厅主厨现身在农会现场大秀厨艺 利落地剥去麻竹笋的外皮 将笋肉切成薄片 准备要教大家做麻竹笋沙拉 简单好记的步骤 让大家在家就能品尝美味的料理 如果不想要自己动手做 现在太平农会也推出麻竹笋美食饗宴 要让大家轻松享受到当季新鲜好料理 吃再记啦 吃当季啦 因为现在是麻竹笋盛产期 大家知道麻竹笋是非常可以好录菜的一个食材 所以不管是家庭也好餐厅也好 都以麻竹笋作为最好的一个 主要的一个料理的一个菜色 所以今年我们比前年多了一家 我们的一个餐厅来加入我们今天 我们的今天我们的活动 太平是全台中麻竹笋最大的产区 种植面积高达200公顷 在农会的辅导之下 笋农使用有机肥料栽种 每只麻竹笋都是白嫩甜 每天产量高达100顿 现在正值盛产期 太平农会特别和七家餐厅业者合作 开发出美味的麻竹笋料理 麻竹笋可能在它的一个 它的食材里面可能是不能说是有机 但是可是无残留的一个 我们的一个食材 麻竹笋 在饮食方面是非常非常安全 我们希望我们的 活物人 消费大众 可以把我们在地的我们的饮食文化的一个 做最好的一个支持 把我们的所有农民的一个生技 做最好的一个我们的一个价值 农会表示 今年麻竹笋美食饗宴 每桌定价5000元 只有限量500桌 除了有丰富多样的麻竹笋特色料理之外 各桌还附赠有麻竹笋 蜂蜜冰饮和荔枝汁 欢迎民众带着家人一起来尝鲜 记者传招安 台中采访报道